大家好,今天掌机配上这个陀螺椅真是太顺畅了 FPS有没有陀螺椅真是有质的区别 虽然设限于掌机的这个分辨率和屏幕大小 但是拿来装备觉得是绰绰有余 如果不是我记错的话 应该是第一个掌机拿陀螺椅玩这个吃鸡的视频 这边要感谢下作者东大佬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加群咨询或者购买 陀螺椅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现在的话我用的是这个蓝牙版本的陀螺椅 这边作者同时还在研发USB直刹版本的陀螺椅 透明水晶壳蛮漂亮的 而且这个可靠性也更高 蓝牙的话还是有点小bug 总体来说虽然说没有线 但是还是有点小bug 但是用了之后这个FPS的体验真的是直线飞升 我这边后面录像看了一下 这个陀螺椅拉枪开枪 真的是很准 比手柄直秒是好了很多倍 游戏试试和优化方面的话 优化系统这边用的是一个游泳库的优化方式 之后也会加入到这个优化系统中 这边测试下来是会对帧率稳定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 也是这个群里的另一位大佬提醒我的 他就是这个拿513刷这个Steam掌机这个大佬提醒我的 用了之后帧率明显稳定 这个之后考虑加热到优化系统 游戏设置的话也是群里小伙伴说的 就是把那个材质开中 锐化抗击值开高 然后把这个鲜明度打开 其他条是最低就可以了 我因为昨天才是测这个游戏 一样的游戏 一样的地图吧 应该算是 测下来帧率明显比昨天稳定 昨天很多时候只有四十几帧 这样搞一下之后 这个帧率就能上到这个五六十帧了 等我继续测试之后加入优化系统 可能会之后单独做新视频 解释这个Uron Curie 这边可以关注我一下 明天应该测这个战神 我考虑买一下 或者等一下没有学习看看 反正应该战神肯定是会测的 优化系统也会继续改进 如果这个小东西有用的话 也考虑加入到优化系统中 游戏也会不停的测 昨天评论有人说要测一下 这个僵尸世界大战 我考虑到如果测下来效果好的话 我也会做新视频 谢谢大家关注 之后就是个正常试玩 谢谢大家 又在一个小的地方 留言仍然没有 更会快滑 但是仍然不安 这就快滑到车了 赶快滑到车了 再当家中我也做了